因为梅飞色舞这个歌是一直在我们蛮多人的歌单里面的 然后觉得说是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看什么时机 然后这次刚好大家也觉得很OK 然后先定了这首歌其实我们是 它是一首很静革热舞的感觉 然后我想说如果是就像以往的一男一女对唱 或是说两个女生 或者是说对我就感觉没有两男两女这样 还从未在这个深深呼吸的舞台上出现过这样 两男两女的作客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玩蛮多东西的 王茂当时听到这个邀约的时候当时怎么想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想办法让我能够参与 然后所以当时说要跳舞的时候你有抗拒吗 我觉得这歌其实它也不是说要跳舞蹈的那种东西 它更多的是那种节奏上的 氛围上的 那个势 我这是跟观众互动 我一心只想跟随毛毛老师 因为我真的太多次想要跟毛毛老师合作了 然后这一次毛毛老师又进来了 那我就也进来吧 因为这其实是我们最后一期舞台了 然后四个人在一起搭档 你们想通过这首歌四个人的合作 给观众留下一个怎样的舞台 嗨起来就好了 就嗨起来是肯定的 因为这首歌太经典了 我也想说 我自己感觉应该改变也不会特别大 然后也是会把这首歌好好地唱好它吧 我觉得 然后留一个还从未出现过的两男两女 这样的一个合唱的一个形式 然后把这首歌的 不管是专业性也好 还是说是舞台的秀的效果也好 都是把它铺得饱满一点吧 对 我觉得就像安提说的一样 一个好的作品它在 永远都是会有人想要去 在不同的舞台上演一谈 我们就是留下一个 我们几个人的生生不息的版本 决定我们六个人一起出战机 这个想法当时是谁提出来的 千华 当时我在想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节目上面 我们对其实一直在 很努力在公演上面 其实无形当中也是建立一种 非常团结的音乐氛围 还有一种音乐的精神在里面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纪念价值也好 或者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最后给观众一个最好的回忆也好 不如我们全体就是在台上留下一个 很好的作品 我是这样子想的 那最后这个舞台 你们希望给观众一个怎样的舞台 希望有一个影响力 然后也希望能够给到所有其他的女生力量 其实还是希望可以跟看生生不息的所有的观众 还有现场的观众 更靠近一些的感觉 因为音乐其实是会产生共鸣的 希望能够让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我们在这个生生不息这个旅程里面的一些 真实的感觉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心意 还有特别的感觉 什么特别的感觉 什么特别的感觉 特别的感觉 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告诉你 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稍微给大家一下 非常简单 最后属于我们跟你们的生生不息 感谢您的感觉